欢迎你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台北书万华这名驾驶 他违规停在人行道上被人拍照检举 竟然怒呛检举人 甚至动手想要去拍打他的手机 他的车上贴着像这样 新政院新闻局还有新北警友会的识别证 被质疑是耍特权 警方扬言开罚 警友会的站长也认错道歉 男子维庭被抓包 当民众拿起手机录影 他却出手拨掉对方手机 这一场过来检举民众也怒了 车子索性不拍了 镜头对准驾驶开始呛响 新北市警察之友会 两人拿出手机对拍 但检举民众发现 维庭教车上不但有新北市警友会名牌 疑似还有行政院车证 难道驾驶是什么达官显贵 围庭耍官威吗 冲突地点就在北市万华长沙街上 12号下午徐庆驾驶将车围庭在人行道上 被民众拍照检举 还被发现车上有两张识别证 一张写着新北市警友会 另一张则是行政院新闻局 被怀疑是不是滥用公权力 但行政院新闻局早已裁撤 新中分局也表示 停车证不是分局印发 违规是个人行为 抱歉小弟有关违规停车 做了不好的事 相当抱歉 我会依法缴纳罚单 这名徐姓驾驶事 事后也被查出 确实是新庄警友会站长 虽然主动道歉 但违规行为属实 只要当事人主动检举 就能开发 身为警察之友 这回围庭还动手 当事人恐怕也没想到 这警友会身份 不仅不是万灵丹 遇上争议 恐怕更麻烦 来关心的是 彰化和美发生了凶杀命案 有一名板魔工人 和一名红姓男子 因事故发生了 这个口角争执 竟然就拿刀朝被害人的 后警部砍去 被害人血流不止 倒在血泊当中 送一集就宣告不治 那么警方在事发现场附近 逮捕到行凶的男子 他坦诚犯案 至于动机还有待厘清 新北市永和有住户抱怨 说这名老翁 经常在自家门口 打坐练铁头工 发出巨大的声响 吵到邻居睡不着觉 把过程录影 po上网抱怨 我们实际找到了这个阿贝 他喊冤说 老人家健身 没妨碍到谁 不过律师却说 像这样的行为 恐怕是已经设犯了 强制罪 新北市三峡 有一名驾驶 对晚上他烤完肉要回家 铺满一名男子 挡在马路中央 闪大灯提醒 双方爆发冲突 远景赶到现场 驾驶还绕人来助阵 当着警察的面大打出手 通通被喷辣椒水压制 闹市双方看到远景 就像小学生一样 强者告状 远景才转头叫支援 两人竟然当警察的面 瞬间打起来 一旁又冲过来 两名男子 也变成三打一 12号晚上7点多 新北三峡发生行车纠纷 李姓远景刚好在附近查户口 独自一人到场 就怕场面失控 赶紧喷大浇水压制 当时诚心驾驶 烤肉返家 不满黄姓男子 走在路中央挡道 对他闪远灯 反而被拦车 双方在路上扭打 诚心驾驶 随即叫来一桶烤肉的亲友 支援输赢 警方到场冷静处理 将嫌犯依法送办 20岁李姓远景 景专刚毕业 分发到派出所服务半年 就已一档四 行车就分便斗殴 驾驶烙人 支援输赢 遇上警方强力执法 菜鸟力打工 记者黄天耀陆雨昕 撑不到 物价上涨只有薪水 每涨有63万军公教 已经两年都没有调薪 光是去年的通膨 就超过了3% 那么导致整个军公教的购买力 实质是下降了0.15% 等于是实质薪资大倒退 主记长被问到 军公教是否应该要调薪 他表示说应该要调整了 因为连续两年没调薪 确实不公平 等人事总处调整委员会 做出决议之后 只要院长同意 就会定案 全台大缺弹 新北市抢弹大牌 长龙队伍是夸张到 完全看不到尽头 台南一间鸡蛋店 清晨三点涌现排队人潮 不只蛋价上涨 连猪肉的价格 近日也标破了历史新高 有民众不满 现在什么都快要吃不起 排排排 上百位民众排一两个小时 只为了抢10颗鸡蛋 英哥这间鸡蛋行 原本一周7天开业 鸡蛋量不够 老板只能卖3天 一次最多卖200人 一人线10颗 队伍夸张地长 几乎看不到镜头 蛋荒在北中南狂烧 台南市南区这间鸡蛋店 早上7点开店 但清晨3点就涌现人潮 苦等4个小时买鸡蛋 台中污热农会前 连坐轮椅的长辈都出动抢蛋 政府说下周进口200万颗鸡蛋应急 但伤吐槽杯水车薪 国内鸡蛋价格居高不下 现在就连毛猪交易价 每公斤也标破90元 创历史新高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说 猪脂损失加上饲料成本上涨 导致价格上涨 预估近期猪肉价格 仍会维持高点 让摊伤害民众叫骨连天 立发加是100 我们现在都涨了 都是现在都120就对 还会再涨 这有点太离谱了 什么东西都涨 这样子平民百姓 怎么吃得起东西啊 觉得预防的应用措施比较少 政府预估5月初 猪肉供货会稳定 鸡蛋和猪肉供应狂拉警报 民众担心买得贵 更怕买不到 记者杨七号成亮 台北采访报道 想吃美食又怕变胖 很多人抱怨自己是一胖体质 到底是不是一胖体质 其实有三招可以判断 像是看看大拇指的形状 如果有内凹的曲线 代表是异瘦体质 另外也可以透过 睡觉前后的体重差 来评估如果小于480公克 可能就是属于代谢 比较困难的异胖体质 享受美食又担心身材 不少人喊着呼吸就会胖 到底自己是异瘦体质 还是异胖体质 国外有医师研究发现 简单三招可以辨别 连不容易堆积脂肪的地方 都有脂肪 那表示当然它就是异胖体质 第一招大拇指看起来 笔直没曲线 就是异胖体质 外侧有内凹曲线 就是异瘦体质 另外也可以用手圈住手腕测试 如果圈住手腕后 可以交叠一指截 就是异瘦体质 轻微则是虚胖 如果无法交叠 那可能就属于异胖体质 第二招可以靠苏打饼甜味反应 如果吃了苏打饼之后 30秒内就有感受到甜味 那就是不易发胖的体质 反之如果过了30秒之后 才能慢慢感到甜味 那就属于异胖体质 原理是跟唾液中的 淀粉酶有关系 把这些饼干变成是糖粉 那这样是比较容易吸收 那除了胰脏有问题 那也有可能是唾液腺有问题 或者其他的肠胃大有问题 都有可能会造成淀粉酶增高 最后还有一招 就是看睡觉前后的体重差 晚上睡觉前体重 减掉第二天起床的体重 大于960克就是异瘦体质 如果鉴于480克到960克之间 为正常的体质 如果小于480克或是没差 甚至不降反身 那就有可能是代谢 比较困难的易胖体质 健面时间充足的话 它会帮助身体的热量来代谢 到底自己是异瘦 还是易胖体质 可以靠简单三招测试参考看看 但想要拥有健康好身材 还是多多运动 最为上册 记者综合报道 和二厂的二号机组 明天正式除役 到时候台湾恐怕会出现 160万千瓦的供电缺口 专家表示 如果靠绿能来顶替 电价恐怕得涨五成 才能够米平台电的财务缺口 有绿委就质疑了 说水价太低 不利节水 还建议要提高企业的耗水费 恐怕会水电双涨 和二厂二号机组 3月14号起正式除役 届时台湾恐怕出现160万千瓦的供电缺口 经济部说要调度中部日月潭 以抽续水力发电替补 太阳光电很多的时候 来把这个水抽上来 光电一度电是五块多 抽续水力 目前台电一度电是六块多 那就是五块多加六块多 一度电是十二块 你这种电你用得起 台电这两年累计亏损 恐怕突破五千四百六十亿元 专家轰解决不了缺电 财政缺口还越补越大 核能一度电大约一块钱 风光一度电约五到七元 而天然气约四到五元 费核考绿能电价成本 打翻倍 传出经济部下个月 电价将调涨三成 民众真的生活非常的困苦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动涨 还有包括台电也要站得住 也是不能倒 电价几乎涨定了 但学者在报台电 即便涨三成电价 还是年年亏千亿 这都是非常昂贵的能源 那平均大概都要五块钱以上 现在台电卖你一度电是两块半 保守估计至少要涨五成 核电厂总共每年可以发四百亿度的电 那再生能源一度电五块钱 核电一度电一块不到 价差四块 四块乘上四百亿 每年就额外多花一千六百亿元 更悲哀的是有律伟质疑水价过低不利节水 建议提高七月耗水费 恐怕水电双涨 提高水价促使他推动节水再生水 在这样的耗水费之下 是不是人就不平衡 本席已经提出来了 你的耗 蓝军怒红全台水勤吃紧 水不够用 政府却要拿来发电 还嫌水费平移 怪民众不节制 水电恐怕起涨 民众的荷包就得瘦下去 记者张昭鹏 王志愿台北采访报道 手机发达 室内电话越来越少人使用了 该停用了吗 专家表示室内电话 不但在停电时能够正常使用 更重要的是 如果拨打的是119 这样的紧急电话 可以精准定位 让长辈就算无法清楚表达 消防人员也能够立刻 准确找到人救人一命 人手一只手机 室内电话功能被弱化 有网友发文询问 家中室内电话每个月要缴70元 但都没在用 到底要不要停话 天文一出引发热议 网友纷纷留言 打客服不用钱 招手机可以用 但其实他还能救你我一命 通常家里视话进线的时候 就直接代入他家地址 所以这时候是零秒差的进行派遣 如果他有求救困难的时候 利用视话来做紧急的求救 更有效率 证明关键在于拨打119和110 同时电话号码跟地址就会详细显示 无需花时间寻找定位 家中成员若发生意外 拨打119后就算没说话 也能被定位 视话甚至比手机定位更精准 另外就算停电地震 视话依旧能正常使用 完全不必担心讯号会受到干扰 视话的话 他不会受到停电的影响 如果是台风地震 或是你家没有叫电信账单的时候 视话依然可以拨打119、110 室内电话讯号稳定不受干扰 意外时还能精准定位 家里的电话线别急着剪断 某天或许还能救你一命 记者洪明君陈昭伦新北 采访不到 不少台湾人家听到 世界民局给爱丽丝就知道 垃圾车来了要出门倒垃圾 不过新竹市的垃圾车 却是播市长高洪安唱流行歌曲 就有民众大骂秀过头了 完全不知道是在提醒大家倒垃圾 另外国外的先进垃圾车也大曝光 像是造型像是变形金刚 可以全程不沾手 一秒清空垃圾 垃圾车的音乐听到腻 但新竹垃圾车却改成这种声音 市长高洪安拿五月天成名曲 帮垃圾车改歌还狂打知名度 不少民众满脸斜线 根本不知道应该要拿出垃圾 网友狂亏这样都要秀 以后难道老市长要唱黄梅调 新市长要唱雇佣者吗 这样人家知道垃圾车来了吗 个人的作秀 他太偶像化 不恰当 非常不恰当 垃圾车有点不搭吧 新竹市垃圾车市长狂唱歌 蓝军执政的台中彰化直播垃圾歌 绿营执政的高雄台南 市长没唱歌但很爱讲两句 我是市长黄伟泽 国内民众得听音乐到垃圾 但看看国外的垃圾车超险景 美国澳洲人的垃圾车超像变形金刚 只要把垃圾桶放在家门口 垃圾车伸出神奇的机械手臂 全自动不粘手 连放音乐通知你出来都不必 机器爪一夹 一描垃圾全倒光光 英国则是半自动化 垃圾桶放上机器 自动帮你倒垃圾 也难怪有外国人来台湾 听到特有的垃圾车竟然有音乐 还吓到差点忘记把垃圾丢出去 国外不沾手倒垃圾 让不少人大开眼界 台湾音乐垃圾车独具一格 倒垃圾技术还没改变 有市长却能把垃圾车 彻底当成宣传知名度的工具 记得陈志茂陈荣新竹台北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